我叫Max 我出生在山东锦团 由于爸妈都是大学里面的老师 然后又是生活在国内那样的环境中 所以对神文完全没有概念 心里那一点点想法也只是存在于电视里看的那样 在2002年全家移民纽西兰 那时也只有不到十岁 也是通过爸妈的朋友介绍来到教会 只记得当时每周日 就要去教会跟好多小朋友一起学习圣经 但是那时还只是当了一名功课来学 还总是在抱怨 每次都感觉好不容易过一次周末 还要再来教会学习 每次主日一结束就好像解放了一样 去教会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有许多小伙伴一起玩耍 但是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没有几个月 由于家里的原因 全家又都回到了中国 于是我也就与教会没有了一点交集 在小学的时候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体育老师选中进入学校的天津队 也就这一次机会 让我之后的接近十年都和体育生活在一起 小学时期的想法十分简单 仅仅是想要锻炼身体 从来没有想要以后一直以体育为主意地走下去 爸妈也都十分反对我练体育 到了初中 爸妈已经严厉禁止不可以再去练体育 但是那时自己嘴上虽然答应 却还是一直在偷偷地跟着训练 直到中考 自己偷偷地选报了一起预生身份去考高中 那时也没有想太多 想得仅仅是 我可以用这种对我来说很简单的方式 去上一所重点高中 干嘛还要去努力学习 考一所可能还不是很好的高中呢 虽然爸妈十分生气 但毕竟结果已成定局 没法改变 所以一切事情又只能放到高中再说 哪想到随着自己的成长 又刚好处在叛逆的时期 家里的话一概不听 身边全部都是练体育的朋友 所以许许多多的坏习惯就随之养成 那时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就只是 只要我努力训练 跑出很好的成绩 那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时完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根本不会考虑到我以后的道路 非有一位神早已替我安排好 到了高考 我又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又一次以体育生的身份去参加高考 我想要以自己的能力 去证明自己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方式 去取得我自己想要的成功 但人的医生总是被神安排好的 根本不是自己可以去改变的 我去参加北京大学的体育校考时 临场发挥失利 仅仅差了0.1秒的成绩 而被拒之门外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 最后我一直去了北京体育大学 进去体育学院 在那里读了大卫医学期 信心完全被击垮 原本以为我会成为第二个刘翔 但是发现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真正比自己厉害的人多的是 再就是体育事业以后的出路 也实在有限 也就是这次 我没有再拒绝父母给我的安排 来到纽西兰 重新开始我的学习生涯 现在想来 这就是神给我铺好的道路吧 不远万里把我带到了纽西兰 然后又让我在教会附近 找到了房子 又是一次无意中的散步 走到了教会 认识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小祖的弟兄姐妹也一直在为我解除各种信仰上的问题 把我一步步带到了主的面前 让我认清自己的罪 我想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公白 现在想想自己之前的想法多么的愚蠢 竟然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神为我铺好的道路 神也曾一次次接住许多人的口 向我传达祂的旨意 而我总是把这些当做耳旁风 感谢神没有放弃我 又一次以祂的大目把我拯救 把我带到了祂的面前 当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行恶 隐匿的时候 上帝为爱他们的缘故交给米甸人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爱以色列百姓的 让他们在米甸人手里七年 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肯悔改 上帝一定怜悯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的 上帝给了我悔改的机会 让我们在祂面前认清我们的罪 为我们的罪忏悔 所以我接受了神 让祂来领导我的一切 在最后一次启发课程 我做了决志祷告 选择神为我安排的道路 把自己交透在祂的手中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感到了无比的轻松 虽然之后还是会有些苦恼 但自己知道我有了依靠 我的一切自有神的安排 圣经中说过 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所说的就是灵 就是生命 离之不能生存 的确 我们的罪是神所赦免的 我们本有着不可赦免的罪 但是神给了我们机会 又赐予了我们新的生命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也是圣经中的一段话 不错 我们是需要牧人 羊若远离牧人 就成为了弥养 很容易被豺狼吞吃 只要我们信主得生命 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天天需要他 借着祷告 读经 亲近他 时常经历他的喂养 看顾 保护 扶持 引领 管教 一生跟随他 同时 在信主以后 我需要时刻 跟随羊群的脚步 而不是过着单独基督徒的生活 远离其他肢体 那样我们的属灵生命 必定难以成长 而且容易成为弥羊 所以 我们应跟随羊群的脚步 一同跟主 前往 因为我们的仇狸撒旦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流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且天天追求主 得更丰盛的生命 渐渐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满有基督长成的生良 科学是重在实验 因此人类有了进一步 而我们的信仰 却重在体验 本身有了切实的体会 知道了自己相信的是谁 更重要的是 这位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显出他的能力 让世人得看得见 神能力的显明 就是为我们行了神迹 就如约翰福音第四章48节 中所说 若看不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所以神在用他的神机 把我们领上他的道路 来体贴我们的软肋 对我来说 我在神面前认罪 悔改并不是我的终点 而是一种新的开始 是我生命真正的开始 开始踏入神 为我预备好的道路 以及为我预备的一切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相信神 为我们安排好了 美好的未来 相信我们是罪人 相信祂是我们的救主 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死 是为了我们的赦免 我愿意接受 让神成为我生命的主 把我今后的一切 全部交透在祂的手中 阿们 再来邀请晴文斌弟兄 来为于耀海弟兄反告 Max来到我们小组 有一年半的时间 那这次也算是 他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是独立生活 那这新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也是 看到他真的是有很多 生活上 还有学习上的新的挑战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 传奇生活当中 还有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有看到他是一个 很有积极性的一个好青年 所以我们小组里面 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把他当作我弟 然后主动去承担一个 哥哥姐姐的角色 所以说我也是在这里 借着这个机会 为我们小组 当中不能来到这里 一起祝贺他的人 收藏祝贺 那也是 我们一起来为他做道 今天天父真是 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相信 你的天使 这时候也是在天上 为Max所做的 这样一个决定 而光复喜乐 真是神啊 我们 我们现在真是 求你的圣灵 能够进入Max的心里 真是吃他力量 吃他平安 吃他喜乐 真是保守他以后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真是可以更多去认识你 认识你的奉献的爱 真是求你保守他 愿意试探与凶恶 真是你的话 能够去做他的磐石 当我们遇到人生 疯乱的时候 你的圣灵能够帮助他 真是让他去学会 依靠你的权能 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 实际上我们也是 在这里一起祈求 你可以做他一生的救主 保守他 赐福他 还有保守他的家人 能够通过他的改变 真是让他去 在他家里去做一个 美好的见证 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我佩安 祷告我佩安